我老星强迫熊成为七五海 好了 现在就给大家带来 海装漫画1100话的情报内容 我老星在偷听了熊和贝加庞克的对话之后 强迫熊成为一个没有意识的七五海和改造人 不然他和波尼就要被逮捕 在要求保障波尼的安全之后 熊算是同意 随后熊变为改造人的手术 以及波尼的手术都在蛋头岛进行 并且由黄源监督 手术结束之后 波尼回到了苏尔贝王国 而熊则变成了一个七五海 我们可以看到 曾经那些老七五海们对于熊加入七五海的反应 在本画的最后 熊给了波尼一封信来感谢他 而本画的标题就和熊的这封信有所关联 在最后一个画面 熊到达了风尘阵 也就是陆飞的故乡 好 情报暂时就这么多 作为里程碑意义的1100话 从目前的情报来看 这一话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劲爆 但是漫画总是远精彩于情报 而且还有个内容让我非常期待 那便是老七五海们的登场 会不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面孔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 海装漫画1100话的正式登场